冬子 你们村挺大的呀 对呀 我们村有一千多户呢 大梅 我们村的人都可好了 你像路边种的这些菜 还有种的一些水果 你想吃 你去摘就行了 他们看见也不会说的 是吗 可怜可怜我吧 哪位好心人 可怜可怜我吧 给点吃的吧 可怜可怜我吧 这怎么有个乞丐呀 这村里有个乞丐不是很正常吗 我们村一般是没有乞丐的呀 奇了怪了 走过去看看 可怜可怜我吧 小伙子 小伙子 你可怜可怜我吧 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真可怜 你家是哪儿的呀 我家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 这个人精神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感觉说话还挺清楚的 求求你们了 可怜可怜我吧 给我点吃的吧 冬子 我们还是走吧 万一他是坏人怎么办啊 我看不像是坏人 再说他如果是坏人还能把我怎么地 你看他一把年纪了 还真像个乞丐 要不然我把他带回家 给他弄点吃的 你没事吧 今天可是我第一次去你家 你带个乞丐回去 像什么话 那可是这好歹也是个人啊 咋看见了能帮帮就帮帮呗 你要帮你改天帮 今天可不一样 哎呀有啥不一样的呀 你拿着 可怜可怜我 行了行了 那个你跟我回家 我啊给你点吃的 好谢谢你了好信任 好起来吧起来吧 走吧走吧走吧 吃吧 吃吧 哎呀你慢点吃啊不用着急 没人给你抢 慢点慢点慢点 大伟啊你看他吃的多欢呀 是啊是挺欢啊 我第一次来你家 你妈就不在家 还半路捡了个乞丐回来 把人家伺候的是真好 我在一边就干瞪眼是吧 嗯 这家里就这点吃的了 哎呦我你找个地儿坐坐 那个我一会儿我妈应该就回来了啊 那等我回头我给你买好吃的 不用了 哎大梅啊大梅啊 哎呀 你吃饱了吗 我吃饱了 吃饱了 小伙子 谢谢你了 哎呀没事 绝对我直牢吧 那我就走了 好走吧走吧 嗯 以后没吃的啊 你可以来我家找我 好好 来 慢点啊 哎 刘浩东 刘浩东 大梅啊 你怎么来了 昨天你突然走了 我还以为你生气了呢 你看看她是谁 怎么看着有点面熟呀 小伙子 你忘了 昨天你把我带回家 他给了我好多好吃的 你是昨天那个乞丐啊 对啊 这坏了一身衣服 我都没认出来 大梅啊 你怎么把她领来了 她其实啊 是我妈 什么 你妈 你妈不是天马行工的董事长吗 对啊 她其实啊 就是在试探你 试探我 我跟我妈说 你这个人 人好心善 她不相信 她说啊 你肯定是看上我的家庭条件了 所以 她就装个乞丐 试探一下你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小伙子 你别介意 我呢 这也是为了你 和我闺女好 看看你们两个 是不是 门当户对 啊 我这里说的门当户对 可不仅仅是指的家庭条件 还有人心 一个人 她再有钱 人品不好 那也是不行的 你的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我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了 恭喜你 通过了我的考验 阿姨啊 那谢谢你啊 你妈在家吗 哦 我妈不在家 下去干活了 那你快把她叫回来 我们商量一下 你俩的婚事 哎 好